今天下午来自上报的独家是这样讲的 他说我们的总统还有未来的总统 蔡赖两个人已经有共识了 会在下一个礼拜发布特赦令 特赦谁呢 特赦陈水扁 而且可能本来讨论的状况是 还要特赦一个人夹带郭瑶琪前交通部部长 我们也求证了总统府发言人 他告诉我们说 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是希望确保 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讲到郭瑶琪前交通部部长 可能很多人不记得他是谁了 他是在阿扁任内的交通部长 那个时候爆发了男人湖的集团 曾经收贿送贿给他 他收贿 把两万块美金大概约合台币六十几万 放在茶叶罐里头送给他 说是给他的小孩出国读书用 结果郭瑶琪被判八年定验入狱 后来不服判决 曾经提起上诉再审都遭到驳回 那个时候据说府院 有人提议说干脆连郭瑶琪一起把他特赦 可是被府院打回票 认为这样太复杂 要单纯化比较没有争议 那男人湖的这个负责人叫李清波 当时他的理由是说 因为小孩 郭瑶琪的小孩是我看着他长大的 所以他要出国 我送给他一些钱 这只是朋友之间送礼 一般商场上的馈赠 那我们一般事情小明听到 其实觉得蛮瞎的 这个理由蛮离谱的 如果也被特赦的话 恐怕这个风波会更大 而另外记得吗 那个时间点有很多的这个 社会上的人也挑出来说 应该要大赦陈水扁 并且特赦郭瑶琪 像这样的声音 在2016年 2019年都曾经被提出来 包括陈诗梦也做过类似 像这样子的呼吁 所以这个特赦案呢 最近被吵了起来 下个礼拜 蔡英文会不会特赦陈水扁 我们不知道 不过一般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呢 来自TPBS的最新民调 有48%的民众不支持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 不支持特赦陈水扁 只有两成二支持特赦 那另外呢 蔡英文要卸任了拍拍屁股 留下一堆烂摊字 给赖清德吗 我们来看看 谢金河说啊 赖清德心里面很在意 什么事 台湾变诈骗倒啊 诈骗横行啊 这是政府不作为 哪个政府不作为 我们现在执政党是谁 不就蔡政府 你也不敢批评蔡英文 说到打炸这件事 那当然包括书发部 金管会 警政机关 内政部都应该要合作 可是警戒现在争议一箩筐啊 观众朋友 我们的高阶警官 跟黑道坐下来吃鱼翅 被拍到了 监视器也外流了 我们先看看到 这是台北市的警察局局长张荣欣 原本他是警政署的热门人选 因为据说 他过去在台南服务的时候 跟赖清德很好 赖清德也信任他 结果现在他的官位 他的前途恐怕要被中断了吗 那这个监视器的画面 是谁流出来了 而且流了348天 你知道在餐厅里面 这个监视器的画面 可能一个月就洗掉了 那有人显然去把这个画面 截下来 拿在手上将近一年 拿手上一年 整整一年 再把它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公布 所以我们看到高阶警官不愿意具名的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张荣欣去餐会的消息怎么会走漏这是第一个 还有餐厅的监视器画面最多留一个月 怎么有人会一听到风声就立刻去拷贝 拷贝完留下来等着用 八成是自己人在搞自己人 如果警戒 大家都在逢银拍马 都在为自己的官位做保卫战 谁还有力气打击诈骗 谁还有力气来做治安呢 来请教龙介贤 我想这个针对特色 这社会重大瞩目 你怎么会选在这个时候 这就是赖清德跟陈水扁 还有蔡英文三个人妥协了 最早要特色陈水扁就是赖清德 所以他在台南市长才让 当时他的指派的赖美会议长 去发动了整个台南市议会 连署特色阿扁做了决议 那一直以来到了每道选举的时候 他都有意无意去跟阿扁释放这个信息 所以现在你520要就职了 杜阿赫 他又怕社会48的人不满意 那接近一半 他才48当选 所以他很怕 所以他必须跟蔡总统去妥协 所以他当选以后就在谈这个事 我问了法务部长 一月份他就进到总统府去谈这个桥 到底要设罪 设刑或是刑以罪 通通设 那你今天民进党当然全部支持 为什么 因为你们哪一个没有拿我爸爸的钱 都拿了 所以你今天要特色 他们一定要设 好 第二个 今天是指设刑不设罪 好 那蔡总统把他设了 他就这不用你关系 对不对 我请问你 这个招数我都知道 阿扁去上诉 你设了 设刑 没有罪 阿扁上诉 这钱你扣得住吗 你扣不住 钱罪反正要再行 最后 如果说你 因为我们贪污是加重治罪 加重骑刑 你现在把贪污 拿那么多钱的人 给他吓掉 那你将来如何清廉执政 对啊 那你 戴清德你说要反黑金 说清廉也是你的政治生命 你一路都这样 说一道做一道 你不要让陈威伟猜到好不好 还没520 你没想到去给他得到 我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妥协下的产物 其实空穴不来风 为什么我当时会质疑法务部长 因为民进党就有人跟我说 准备要 而且上个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 今天礼拜五 礼拜二当时爆出来说 可能会跟不会 所以说要设了 民进党直接告诉我 不 真的不选好 你知道吗 今天出来就是选好 妥协了 我跟你说 你这个一设死刑在一废 我跟你讲赖清德 你前天你忙520真的 一就职就跛脚 来 胡老师 你知道那个吴钊燮 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外交部长的位置 其实后面有一些猫腻 最主要的因素是民进党长期以来 一直管不住外交部 因为民进党一直没有自己的外交人才 之前民进党本来还要受训 送一个他们自己的人 行草流送去国外念书变外交人才 那个人叫做梁文杰 结果训练半天英文没有念好 外交人才不当变内交人才 每天跑去站酒店 所以民进党外交很缺人 所以不得已之前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 用的是大家口中的那个老蓝男 李大为 结果惹怒了一堆独派说 你怎么用国民党色财人当外交部长 不得已只好勉强找一个 跟外交有点关系的吴钊燮来当部长 但是吴钊燮当外交部长 也当得没有很好 最主要他得罪外交部里面的公务人员 体系的公务员 为什么 他20182月开始当外交部长 2019年1月他做一个很错的事情 就是把他的亲信得意助手赵一祥 在没有公务员 没有外交官身份的情况下 硬塞到驻美代表处空降 变成天下第三人 驻美代表的政治组长 非常大的位置 结果不但惹一堆公务员 体系的外交官反弹 甚至监场面还去纠举 所以你就知道说 民进党本身因为缺乏外交人才 所以不得已的情况下 现在用了吴钊燮之后要用 林家荣都不是外交本科出身的 那至于吴钊燮为什么这时候 这么急着要他的外交部去告 许晓鑫 因为他要去回国去当国安会秘书长 在他离开之前 他要让外交部的公务员知道 你们不爽我没关系 但是我要让你们这些公务员知道 我吴钊燮才是外交领域的老大 我到了国安会当秘书长之后 我还是你们外交部的上级机关 我会看着你们有没有听从我的命令 所以告取巧心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 吴钊燮想让大家知道 他是外交体系的头 来 霍远兄 先知我很抱歉 因为我对陈水扁的热情已经降低了 当年陈水扁起诉的时候 起诉说厚厚一本 然后提台说你们来宾如果要起诉说 要自己出钱 1500 我含泪掏出1500 然后印了一本陈水扁的起诉书 后来我搬家就把他丢了 我一定没清楚 我那还一夜夜看 看到眼睛都 我对称 下个礼拜五 蔡政府上班的最后一个上班日 下个礼拜五下午5点之前 丢特设定出来 然后作秀日大家去追剧打电动什么 然后就520就下礼拜一 然后大家就忘了 把他的这个冲击跟那个降到最低 所以我对那个比较不清楚 一分钟时间我讲一下 再声援一下我学妹 前置有办法上自由时报社论 用社论在谈陈永康 马文君 徐晓鑫这三个国民党 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最近大家一直误解说 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保护法 友台的主持人一直讲 其实我跟大家再讲一遍 国家机密保护法 它有三种机密 这就写在这里 然后外交部去告徐晓鑫 那是刑法的泄密罪 所以换句话说 徐晓鑫这个案子 跟国家机密保护法完全无关 大家不要再被友台骗了 这个公文的封面在这里 这个完全没有TPT的封面 这个是透过什么 透过行政院的文书处理手册列的 请大家看 这个是黄国昌 听说黄国昌最近也来上TVBS 2017年 你看黄国昌骂什么 黄国昌说金管会为什么又编密件 黄国昌2017年就是立委 你看江启臣 江启臣他讲什么 我曾经执行法务部 法务部也答不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用行政院的文书处理手册 动不动就跟你说是密件 这个是惯例 惯性惯性动不动给你盖个密件 然后一下子就跟你说 我要10年之后才解密 这个是错的 黄国昌质疑过 这个江启臣也质疑过 这个是错的 徐晓鑫这次的东西 跟国家机密保护法无关 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下载之后 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准时回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